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什么都不懂 该怎么办呢 这个没关系 咱们今天就从最基本的说起 先说说球场 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么壮观的场馆 这就是美式橄榄球的比赛场地了 跟足球一样 比赛分为两队 每队11个人在这里展开攻防争夺战 比赛的场地长为100码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91.44米 宽大概是53码 也就是48.5米 很大啊 不过比足球场还是要小一点点 这一条条线是什么 这是马线 用来度量进攻推进的距离 那球场的两端呢 球场的两端叫做端区 你一定要记住了 它是场地中最重要的地方 好的 端区 记住了 只有进攻方把球推入对方的端区 它们就得分了 这种方式就是 打阵 中文字幕提供 太精彩了 进入端区便达阵 达阵得一分 我明白了 什么得一分啊 每次达阵是得六分 得六分 太爽了 还有更爽的呢 达阵后啊 球员可以选择一分或者两分的附加分 但是啊 通常球员都会选择最容易的一分 六加一 或者六加二 一次就能得七八分啊 那比分岂不是很容易反超吗 对啊 在看比赛的时候啊 落后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把比分反超 所以啊 不到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谁也不知录死谁手 在这场比赛中 身穿蓝色衣服的巨人队 以十七比二十三落后 这时候 比赛只剩下最后的七秒钟 球被传进了端区 哎 达阵了 不是得六分吗 现在比分是追成了二十三比二十三平 你看到他们有多高兴了吧 如果他们踢进了一个附加分 他们就获胜了 之后他们选择了一分的附加分 踢球手 要把球踢进门框内 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 球进了 他们获得了宝贵的一分 他们把比分变成二十四比二十三 反超了对方 赢得了比赛 哇 太有戏剧性了 在橄榄球比赛那样 每一分都很重要 胜负往往就决定在比赛的最后几秒钟 赢得好 中文字幕——YK